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像傅政华这种酷吏在中国历史上下场都是非常惨的 历史上最出名的酷吏就是被请君入温的周静和请君入温的主持人莱俊成 这个历史典故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就不细说了 但是为什么那些为皇帝做肘狗的酷吏他们的下场都那么惨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酷吏的共同点 首先他们都是为了皇帝去镇压反抗而有功起家的 第二就是当他们尝到权力的甜头之后 就把整人当作他们的爱好 而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越来越多的敌人的报复 他们的整人的力度和范围是变本加厉 引起公愤 第三他们在整人之余还肆意地收刮民财 贪财好色 罪恶累累 最后他们卷入高层的内斗 往往作为替罪羊 成为贫富民怨和政治交易的第一牺牲品 那么从历史上的这个酷吏来看 中共的酷吏下场也是一模一样的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中共杀酷吏可以笼络民心 用切割他们的方式给老百姓一种幻象 所以中共定期就会杀一批酷吏 这就是酷吏的必然下场 现在对老百姓影响更大的新闻 应该是全国限电的问题 中国限电这件事情就是王岐山嘴巴里说的 中国老百姓吃炒都能过一年 和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的具体体现 中国因为澳大利亚要追查武汉肺炎的真相 而打击报复澳大利亚 不买澳大利亚的煤炭 没想到世界煤炭的价格在中国减少进口的情况下 反而价格是攀升了 当然价格并不是只有中国进口煤炭上升了 而是至少是在全亚洲的范围内 煤炭价格都升高了 但是为什么只有中国限电的新闻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其他亚洲国家有限电的问题呢 那么这就又回到了中共体制的本质 就是一切让老百姓买单 让老百姓吃炒来付出中共打政治战争的代价 当然也有人会说 中国限电是和中共的内斗内卷有关 如果大家这样认为呢 我觉得也不无道理 那么现在啊 中国老百姓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实 也就是更大的代价 限电之后呢 就是电价上涨 然后呢就是普遍的物价上涨 而同时中国老百姓要面对习近平打击各个行业造成的失业 同时啊 还有像恒大这种大公司爆雷 对中国老百姓那种深度割韭菜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啊将会面临一个滞胀的问题 这比通胀更加可怕 今年的冬天会非常的冷 这不是一个比喻修饰 这呢是一个气象的预测 而中国的限电目前为止啊要延迟到明年的三月 也就是给中国老百姓一个严峻的寒冬 我不得不想对国内的朋友啊 再次喊话 我们要囤粮囤物质 好 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点赞转发评论 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您点击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谢谢